生命之书 365天的静心冥想 作者 克里希纳穆提 美德是不带有权威性的 人心能不能摆脱所有的权威呢 这意味着从恐惧之中解放出来 不再追随什么 若是能做到这一点 人类就不会因模仿而变得机械化 毕竟美德或伦理 不是可以被仿效的东西 一旦演变成机械化的模式 美德就不见了 美德如同谦虚一样 是无法培养的 你只能在每个当下活出它们来 心若是不谦虚 是无法学习的 社会所谓的道德并不是道德 因为它允许竞争 贪婪和野心 所以是在鼓励不道德的行为 美德则是超越道德的一种东西 越少了美德 人生不会有秩序 而秩序并不是按照某种公式或模式就能发展出来的 一个按照公式来锻炼自己的人 只会为自己制造出不道德的结果 心若是渴望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德 就会向外投射出一个权威的对象 然后又会把自己的经验 知识当成一种依耻 于是便造成了持续不断的模仿和附送 心理上的依耻只会摧毁美德 因为美德是一种永远在流动的东西 它是无法培养的 爱或谦虚也是无法培养的 一种自由美德 缺少了活泼自然的美德 我们就无法清晰地思考了